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颗小小的种子 一直埋藏在我的内心 所以我坚定地支持 你的梦想 出动到我 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职场中立足的问题 他们每天立足都很难 他们怎么给你支点迷津 我的性格有点回避性 不要轻易地给自己贴标签 建议做一些心理疏导 不能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我就逃避了 他总是把负面的反应 放得无限大 这就是你目前的问题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欢迎各位企业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欢迎要欢迎的是 我们的三位观察员 人力专家王亚云 李春雨 还有我们的市场观察员 文杰尔 欢迎三位 今天的《非你莫属》 我们将为您带来 特别企划 《止点迷津》 接下来我们需要为大家 来介绍一下 特别企划 《止点迷津》的 八位企业家 分别送出金句 《止点迷津》 可以随机选择一位 成为解惑导师 进行一对一 深度沟通 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现场的所有企业家 将共同对《止点迷津》 《止点迷津》 做人生职场领路人 不开云雾 《止点迷津》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 今天第一位迷路人的VCR 大家好 我叫卢家慧 今年27岁 我热爱艺术 喜欢运动 工作多年 也从事了很多 相关的工作 比如演员 主播和教练 这些工作我虽然喜欢 但是收入不稳定 随着年龄增长 也陷入了迷茫 热爱的行业 和稳定的工作 真的不能两全吗 好 我们有请 迷路人走上舞台 卢家慧 27岁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教育专业 意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卢家慧 今年27岁 曾经做过体育和艺术相关的工作 我今天的困惑是 能否找到一份 既热爱又稳定的工作 好 欢迎你 家慧 我查了一下 你的毕业院校 是一所中专院校 对 你是一业 对 为什么一业 因为 我刚考上 不好意思 我 别紧张 平复一下 刚考上 一校的时候 爸妈就离婚了 所以我 其实一开始 第一年 第一学期 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坚持 到后面 因为 家里也 有一些经济 经济困难 所以我就直接就退学 出去工作 也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刚刚一下子 被问到这个 就有点 情绪有点 没控制住 不好意思 你是独生女吗 我还有个妹妹 去年刚毕业 刚毕业 去年毕业了 她这个学费 是你父母来承担 还是 其实 我算不轻 但是我也有 付一部分 就是 你要去付 你是姐姐 父母离婚之后 他们也是 生意上 也有一些 很大的 负债 然后 我退学 更多 也是想 帮亲他们 说 能不能帮他们还一点 这样 大概多少钱 我没算 我没去算 都是 一个月给一点 每个月给一点 你是跟了谁 法律是判给爸爸的 实际生活是自己 就更多是自己 一个人 带着妹妹 爸爸现在做什么 他现在做顺风车 司机 他的车也是 我买给他 车也是你买的 多少钱 13万 分期 分三年的 你成家了 我看 今年领了证 还没有 还没有半婚礼 你们今年有 半婚礼的想法吗 有是有的 也得看实际的 情况 所谓的实际情况 是钱吗 对 你除了自己的 生活开支以外 你还要去照顾 妹妹和爸爸 我感觉你不像是 一个独生女 你更像是妈妈的角色 我也不像 一样的 以前的动力真的是 完全来自家里面 就 越来越活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 好像 我们都希望子女懂事儿 但是我常常会站在我一个做子女的角度去想 懂事这两个字的背后 其实是委屈 尤其是在那些不该懂事的年纪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懂事的孩子 其实他懂的是我们的事情 但他的事情 又谁懂呢 其实上台前我一直在跟自己讲 要忍住 可能是越想憋住 越憋不住就哭出来了 而且这种不想把家里面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不前进 不去努力的借口 这不是催泪 这也不是去煽情 而是我们必须要找到 他所有问题的一个最底层的代码 解开这个疙瘩 可能他其他的问题 相对来说更容易解决一些 所以你看在VCR里头 英姿萨爽 你还有一个回旋梯 你是从小就学武术吗 我是从舞蹈转去武术 就是因为从小没有学武术的机会吧 但舞蹈先进入我的世界里面 我就去学跳舞 然后后面是在一个工作当中认识武术指导 然后我就开始接触武术了 可能我内心当中有一个 有点英雄主义 你想去帮助你身边所有想帮助的人 对 你拍过什么样的武戏啊 你有带来什么影像资料 我们能看一看吗 我有剪了一个片段 好 我们先 好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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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傻子 我感觉那个 离那个自己很远 因为我听你说 最近两年在做主播 或者其他的岗位 你离开这个行当 是因为什么 因为本身 没有从小习武 也不是科班出身 机会就少了很多 然后身体也是 有一些以前积累的损伤 就是以前做舞踢 也有摔过打的一些 所以我不能太消耗体力 去做了发现 我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 到去年的 二三年的12月份 教练岗位就辞职了 自由搏击 自由搏击教练 自由搏击 收入也不是很稳定 然后自己本身也有 家庭的压力 自己经济上也要生存 就有去做主播 也是一个过渡 我还是不太适合 或者是不太喜欢 就没有坚持做 所以你今天来到舞台上的 迷惑就是在于 你想找一份 既能满足爱好 又稳定的工作 对 我出来工作有十年了嘛 就这十年积累的都是 武术啊舞蹈啊表演相关的 我就想 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潜能 自己没有发现 可能需要别人来告诉我 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卢家慧的第一环节 指点鼻巾 八位企业家 每个人根据你的经历 给一些建议 有趣的工作不稳定 稳定的工作不一定精彩 你要清楚自己是什么 同时你要知道 你的爱好 背后有哪些职业 可以供你参考 这件事你要先知道 才能做出选择 你热爱的行业是什么 你想要的稳定的工作是什么 可能先找到这个答案 我们才可以往下一步去走 五年之前 有一个女孩也来到天津卫视 有跟你类似的问题 这个女孩叫张伟丽 张伟丽 对 祝贺你来到菲尼 教育的范畴很大 来国语吧 我们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 收入不错并稳定的工作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 一个好的销售 好的团队主管的潜质 我觉得都会为你未来的职业 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首先我觉得你在这个 影视武术这一块 是很有天赋的 不要那么轻易地放弃 你自己的梦想 你只是没有找到方法 爱好和事业 它不矛盾 但也不一定会平行 但是我相信你 今天在菲尼莫属 会找到一份你热爱的事业 好 感谢八位企业家的分享 刚刚还有企业家 向你直接抛出了橄榄枝 接下来从八位当中选择一位 作为一对一沟通导师 考虑一下 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 姑娘你的选择是 陈一峰 陈总 陈一峰 好 接下来一峰 请和我们的迷路人 进行一对一深度沟通 佳慧 其实我也是从小练武术 我知道这个学武的辛苦 非常的累 而且经常会受伤 但是它更能锻炼人的一种 坚毅的这种意志力 不服输的力量 你都在VCR里的表现 出乎我意料的好 很专业 这个梦想是你真正的梦想 这一颗小小的种子 一直埋藏在我的内心 我通过多年的努力 多年的追求 而且我还不断地去实践 然后我还想为之 不断地去奋斗 这才叫梦想 所以我坚定地支持你的梦想 从刚刚你给的建议的 那个环节 就已经 第一句话就 出动到我 我最触动的就是 好像我连自己都不懂自己 有一个比自己更懂自己的人 说出了 哦 原来我 我心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想法 而说真的 那种感受 不知道怎么表达 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所以趁自己还年轻 趁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会介绍你 我的同班同学 也是龙门飞甲的舞指 也是我去年拍的 穿越千年那部武侠片的舞指 我可以介绍你过去 直接参与各个剧组的拍摄 这个是我支持你梦想的行为 我好像认识他 你认识 好像有微信 你认识他是吧 聊过 我一会儿跟他讲一下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趁年轻 坚持梦想 不要放弃 我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很少很少能够 跟一丰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 居然有一点面 因为我刚刚 人嘛 年轻人嘛 总有走弯路的时候 做舞行的这些 不管是男孩女孩在横店 大小剧组是不缺的 因为他是一个被选择的 且不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又苦又脏又累 周期又长 看不到天花板 一个这样的活 所以我跟他 不谋而合的点是 我觉得如果他是 现在想要被人看见的话 他还是应该 朝这个方向去走 而且你要想办法 去跟一个很厉害的导演 嗯 然后想办法 从动作演员 去转动作导演 你应该想着怎么 从目前转幕后 给自己打开一条通道 就是你前后都能走 破窗嘛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他 这边有用的 一峰他还有一个问题是 需要把热爱和稳定的收入 联动起来 你建议的这个方向 比如说他进去拍摄 能不能解决他心里 对于收入的这份安全感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团队呢 算是这个业内做的 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知名的片子 他都会去参与 我觉得稳定 应该是可以保障的 嗯 那这个职业如果他做下去 他的天花板是在哪里 未来可能的天花板 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在台前 拥有一定角色的这样的动作演员 嘉惠 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机会 那个人答应收你了 你你会去吗 犹豫了是吧 以前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去 现在的话 嗯 会考虑一下 我大概收到了 我觉得那个是你想象的工作 可能并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工作 好 一对一沟通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先来请雅云分享一下 姑娘的霍兰德分析结果 首先呢 她的代码是S A和E S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型 她也非常渴求跟他人交往 然后第二个排名靠前的是A 就是艺术型 她今天所从事的职业 也是跟艺术有关的 第三个就是E 企业型 实际上她也渴求一份 有很好的社会价值变现能力的机会 从她的职业价值观里面 她特别的特殊 应该是咱们做这个指点迷惊里面 最凸显的是六项并列 一样的标准都要 第一个她所从事的事 一定是对她有帮助的 所以她有利她 然后第二个呢 她要享受 有美的享受美的环境 美的事物 这跟她艺术型是有关的 第三个呢 社会地位 她非常渴求得到他人对她的尊重 然后第四项 社会交往 那么她希望有一定的 跟名人打交道圈层相关的事情 第五项是舒适 舒适我们可以理解为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第六项是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 她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和谐的氛围 这六项她都要 所以透过这个现象 也不难想象出她疑惑的点和顾虑的点 想要的太多 能做的太少 在这个时候给你的建议就是先顾一头 那如何去选呢 你需要回去跟你的伴侣一起去商量 未来两到三年 你们生活工作 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是生个小孩 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还是说让自己职业有所突破 你们把这个定了 接下来路就好走了 这也是我们职业规划做价值观测试最重要的一点 是 好的 谢谢几位 第一环节 我们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卢家会的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我觉得陈一峰刚才的EV1简直太糟糕了 就是一味的输出 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了解小卢你真正的诉求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 我建议你先回去 想明白了有哪几条路 然后我们再给建议哪条路更适合你 可是七哥我觉得的问题就是 他可能不知道他有什么路 他来这可能就是想听听 起码在他目前的条件下 除了这个相关的演艺行业之外 还有哪些职业岗位是你能知道的 我怀疑他好多岗位都不知道 是的 其实我也感觉是 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迷茫 实际上你可做的这个板块是很多的 教育文化 他这个职业赛道有很多种 可是我没有文凭可以做什么 围绕着文化培训 好多辅助类的这个岗位 你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我们做研学 游学主管或者是带队老师 你是可以的呀 比如我艺术中心的教学 或者教学指导或者助理 这个也可以呀 可是我没有接触过 你接触过学生吗 有啊 对呀 这个行业有好多是隔行不隔离的 每项工作跟你的爱好都有关系 但是我在想回到他今天这个困惑上 请教一下东叔啊 爱好和工作 它能是一回事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 爱好你五花八门都可以 你什么想怎么爱就怎么爱 但是工作就是你拿来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能帮助企业挣钱的那个本事 对不对 叔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恰好是你的爱好 这是上上前 完美 如果你的工作和爱好有相关性 这是中上前 平衡 但如果你的工作和你的爱好完全不搭尬 但是你通过劳动收入能够支撑你的爱好 这就算下下签当中的上上前 超级对 非常对 非常对 那样肯定干不好 那我来问问他啊 上上签 中上签 下下签当中的上上签 你愿意选哪根签 他愿意选上上签 我愿意选上上上签 对啊 想选上上签 但是上上签有点像画笔 东说你太绝对了 对啊 什么叫画饼呢 如果有这样的工作 那不是好事吗 有吗 这中间有一个 东说这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门槛 就是爱好到职业 挺难的 上上签 你得把爱好变成特长 才有可能抽到这根上上签 是的 就是他那个变量 他的能力没有放进去 只有兴趣和收入的期待 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做支撑的时候 上上签不可实现 做过做了和做好 是两回事 会做了 能做了 和你能不能养活自己 又是两件事 当时看到各个企业家和老师们 在争论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自己内心 一直在挣扎的一个状态 有一种内心系被演出来的那种 各种的碰撞和挣扎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疑问 一直没有问 你现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再做五指了吗 没有办法做太高强度的运动 你现在那些什么 就是掉尾牙 这些打吸动作都做不了了呗 勉强可以 那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要退了 对 因为你们聊的时候 其实我在 我在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在聊 然后他说他认识你 让我多照顾照顾你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 就多给你点机会 但是现在我很担心就是 你的身体是否能承受类似的工作 刚才文吉儿说过了呀 他可以从武术演员变成武术的指导啊 或者导演啊这样的岗啊 因为这个武术指导这块 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首先你得是就是能上去打的 然后就是做的久了之后 然后你才能慢慢变成武术指导 武术导演 就不可能说 哎 我做不了这个 我直接去做武术导演 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要这样问你 如果你现在排序的话 你当下稳定的工作 和你的兴趣爱好 哪个排在第一位 稳定的工作 就是有钱赚呗 日日有公开 日日有工上 对不对 其实在第二个环节 很多的企业家给出很多建议 我就已经清晰了 我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自己的经济问题 先活下来 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接下来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我们就到这里 进入到你最后的一个环节 想挑战吗 鲁家慧 我看到你的报名预表上写到了 银朗文化是你的一个异象公司 那么如果你愿意改行 除了武术的这件事之外 你要向别人展示出来 你有哪些更加宝贵的特质 比如说你的坚韧 毅力 甚至你的一些学习力 当你把这些能力展示的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工作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大 你好 家慧 特别感谢你关注明朗文化 你选择我们是因为 你知道我们是一家大型的 活动策划执行公司 跟我们是有匹配的 我能这么理解吗 可能我刚开始选择的时候 还没有很认真去了解 因为我就是看了这个名字 然后就以为是偏影视方面的 家慧 你倒是挺诚实的 最后面我是感觉 密拍好像更符合我的 密拍是做什么的 做影视广告拍摄方面的 所以它更符合你对于行业的选择 还是符合你对于岗位的选择 行业的选择 事实证明其实你还是想找一份 跟表演 影视 台前 就相关的工作 说来说去 不一定是台前 就是影视也可以有幕后的工作 那如果像影老文化这边 纯粹的活动策划执行 你觉得你OK吗 我没有相关经验 也没有这些的课程 我想问你 就是你自己认为你有什么优势 董总的意思是不是 就我除了武术以外的特长 包括武术 就是包括但不限于 你尽可能的让大家知道 你喜欢什么 你擅长什么 包括你来了 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可能这就是我的困惑 就是我除了自己在表演方面 和就是对艺术的追求上 有一些 咱先从艺术的追求上下来 对 这个不是困惑 这个是不足 我问一下你跟足的时候 因为你五指不是已经做不了了吗 身体有受限 那你跟足 你看到这个整个剧组里边的一些 其他的岗位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感兴趣的 有尝试的 或者说想试试的 你有这些想过吗 有啊 统筹和制片 然后你为他做过 他没有制片能力 对 他也没有统筹能力 快点让他死心吧 我觉得大家死心了 要说一点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从大家都是当老板的角度去出发 你今年多大 27 27岁 你想一想 现在当武行的 都是十几岁 二十岁出头的 我作为一个老板 我是要给剧组演员买包 保险的 我买一个27岁做武行的保险 我为什么不买一个17岁的呢 他刚才提出那几个岗位 立即跑掉 全都应该 别给他存在幻想的 我觉得就是尊重此刻求职的 如果企业 对应他的能力 能给相关的岗位 然后至于其他舞台下的 那舞台下再说 要不然这个面试就很凌乱 我们为什么不断地在回来 所以我刚刚一直说他的红利期过去了 因为我们从责任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选他的风险太高了 会给我的剧组带来风险 所以我不太再建议说他在从事影视类别的工作了 赶紧换赛道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根据他的情况 现在大伙给港 他的第一诉求是稳定 第二能干了 适合他 现在我觉得面试环节要根据企业的岗位的生日力 来评估他合不合适来给港 而不是根据他的情况给他港 同样我要补充一条 你还要告诉我 你心仪企业和其他对你感兴趣的老板一件事 在学历提升方面 你要有规划和计划 坦白讲 我刚才一直想提醒董门正 你可以吸财 但是在招聘这件事上 也要让所有的求职者是公平对待的 对 我们不能因人涉岗 要知道 卢家慧学历是一个明显的硬商短板 如果你仅凭他舞台上的一些表现招进去的话 说实话 会对你的所在企业的这个招人的标准和形象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多问一句 你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在广东的最好 你能接受的最低无则底薪是多少 六千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登的企业家 根据卢家慧的表现 率先做出选择 好 接下来有请企业家提供岗位 围绕着你的综合能力给你一个游学的专员岗 做学生游学研学的这个对接和领队执行 集团的整体的信价架构 是学历高了 待遇高 所以给你的建议你要报一个在职的学历提升班 一年就能下来大专 除了基本薪资之外 还有技巧提成 还有奖金 工作地点在广州 在广州的销售岗 提供家庭服务的这个经纪人的角色 好 接下来卢家慧选择一家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姑娘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董总 祝贺董文正 也祝贺卢家慧 去吧 姑娘 握个手 欢迎一下 感谢大家 机会现在有了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 你要跟企业家们 保证你要提升学历吗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 能保证养你一辈子 但如果你不提升学历的话 当你下一次要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顺畅的局面之间 我知道 其实我还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 很感谢各位企业家给我的很多 很宝贵的建议 很正常 在职场上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岔路口 大家都会迷茫 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大家都会彷徨 但没关系啊 非你莫属 我们是所有职场人 永远的朋友和守护者 我们的特别企划指点民金 会为大家照亮前进的方向 祝愿你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再见 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看到有更多的岗位 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不能去活在幻想和活在自己的爱好当中 必须要有一个先是谋生再去谋爱 看了卢家慧的个人经历 其实对于她这样的一个人生发展 我给她的建议 第一个是要了解近几年 也就是未来三到五年 她有哪些人生角色 是做一个好的妈妈 做一个好的妻子 还是做一个好的员工 找到她生活的重心 第二个呢 根据这个生活的重心 在众多她的选择中 选择她最想要的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当她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要学会慢慢跟原生家庭 慢慢的脱离 不要再去努力的去补救 她原生家庭的各种亏空 这样的话她才能真正的从自己做起 先照顾好自己 再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庭 慢慢走向她自己的生涯的新的世界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好我们继续来看VCR 在高考期间 由于未步不适 放弃参加考试 这一决定一直未告知家人 在一次兼职工作中 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紧张 因为我个人倾向于回避性格 所以选择了结束兼职 我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会逃避 我要如何顺利融入职场 并在其中立足发展呢 有请麋鹿人登场 王文静 22岁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在读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 我叫王文静 来自山东 现在是天津职业技术大学的大二在校 在校学生 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职场中立足的问题 立足这件事确实挺难的 他们每天立足都很难 他们怎么给你指点迷津啊 要不咱这样吧 我把他们招呼上来 咱抱团取暖吧 就别指点迷津了 对吧 都很难 但是就每个人可能不能立足都有个原因 对吧 你是什么情况不能立足啊 那要起源于我一次兼职的经历了 我有一次兼职的情况 是在商场里做理货员 然后我们理货员有一个 必须要做的就是喊逼 要在客人来了之后说欢迎光临 其实我喊了 但是老员工没看见我喊就把我举报了 然后他们老人是属于抱团 属于一个团体的状态 然后我的领导就让我在商场的门口 站了三个小时不间断地喊逼 我觉得这很伤我的自尊心 就感觉被侮辱了 对 感觉像一种形式的霸凌 你有跟当时的主管解释这个来龙去脉吗 事情的经过吗 解释了 但他觉得还是我的原因 要不然别人不可能举报我 他是这样觉得 后来我就聪明了 不光是客户经过我的时候喊逼 还有我的同事领导经过我的时候也要喊逼 你这不就不变成感应灯了吗 只要有人过啪你就亮 对 那你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呀 我觉得新人进一家企业 可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排挤什么的 新人到哪都很难立足 对 这个立足是讲你要寻找一个适合你的地方 以适合你的方式向下扎根生长 是的 这个立足比较难 对 但我相信任何团体都不存在说 来一个新人马上就排挤 就是啊 是吧 这公司要是说一进新人就排挤新人 这公司就快干不下去了 可能我的兼职经历比较少 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 所以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嘛 你觉得难以立足 除了外界的因素 你主观上有什么问题啊 我的性格有点回避性 回避性人格 对 你怎么定义回避性人格 就是处理感情 还有处理问题选择逃避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没有 有人追过你吗 有 你怎么面对逃避 不喜欢就不理 那要是一个你也喜欢他的男生 他也恰巧追你 你怎么办 接受 接受 但是可能吵架什么的 就很倾向于放弃之类的 你谈过这样的恋爱吗 谈过一次 后来为什么分开呢 我觉得男方考虑的现实问题 对我那个年龄来说 有点太过于长远了 什么长远 将来孩子高考考什么专业 我觉得他想的太远了 就结婚什么的 还 我觉得有点太什么了 我觉得 不是他想得远 是你太较真儿 人家就跟你聊一聊嘛 就跟他们有时候写那个公司 那个未来发展战略似的 还能活到那时候吗 都不一定 先写了呗 说得对 对所以问题的还没怎么解决呢 我就先逃避了 就属于这种情况吧 你这个回避性人格 可是你做过相关的测试吗 还是说根据知语片言 对标呗 就是你看 回避性人格这样 我也这样 所以我就是这样 是不是 对对 好吧 你这种情况 你知道在哪比较常见吗 在医院的病房里 在医院的病房里 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 就是他没什么问题 他听到有别人在闲聊天 得什么什么病了 又是吗 那病什么症状 什么什么症状 什么什么症状 这边越听心越揪 哎呀 坏了 我不就这样了吗 完了 我也病了 电视机前可能有些阿姨哈 看到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 这都是我 被心理暗示 所以我们都管这叫 幻想自己及他人有病综合症 这个现在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 先把自己摆进去 先不要急着这样 对 联想过多 下一步就会变成 妄想 妄想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 指点迷津 接下来听听你的这些哥哥姐姐 有什么建议要分享给你啊 不要轻易地给自己贴标签 设限 还为时过早 所以任何一个性格 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岗位 在职场上 胸怀是委屈称大的 遇到困难很正常 我就想跟你说呀 积极主动 工作多 消极被动 你就得本事大 不是职场立足不立足的问题 是你自己本身性格上 各问题建议做一些心理疏导 每个人都会紧张 找一些方法 释放你自己的天性 多尝试 总能找到喜欢你的人和你喜欢的人 不要把职场想的那么可怕 要增加职场规划的锻炼 第一呢设定一个小目标 积极地挑战这个问题 第二呢要自我对话 把自己的解决方法写下来 慢慢慢慢你把这个训练当成奇怪 又解决了回评人格的问题 听完了大家的建议和分享 姑娘 考虑一下 选择一位 作为你接下来继续沟通的对象 倒计时开始 好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王淑琪 王老师 好 有请淑琪作为她接下来 一对一深度沟通的对象 有请二位 好的 文静 你好 你的迷茫在于 如何在职场上立足 对的 根据你的这个迷茫的来源 是因为你的一份工作 就让你觉得立足很难 是的 你是2002年出生 还非常的年轻 你现在总共有几段的职场经验啊 与人打交道的 选择好的职业方向 可能是你接下来立足职场的第一步 好 我就说这么多 好 问得很严谨 一概精炼而且高效 在我们进入一对一深度沟通之前 我还开玩笑说很多阿姨如何如何 舒琪你有没有发现 她和我口中的那些 阿姨有相似之处 她所选择的判断依据 都是那些她认为自己符合的点 对 然后罗列起来就告诉自己 我不能立足 我回避型人格 我不善于人际沟通 首先对于回避型人格这个特质来说 就是当你面对一些 你不想遇见的人和事的时候 你会本能的选择逃避和分离 你相对来说 你是很明显的一个偏内向的女孩 偏内向和回避型人格 她不一定要划成等号 就是不要因为这个标签 就把自己贴上一个人格有障碍这样的状态 我不希望用这个标签给你锚定 本来你就限定思维 然后再给你太多词 你就会联想很多 你没有 对 杨云老师 其实我反而觉得 她真的没有到回避型人格这种阶段 对 回避一些矛盾和冲突 只是你性格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有一些岗位是 比如说有些比如说财务类的 或者说我们靠内情类的 包括你现在这个质量管理质量检测类的 往往有的时候是可以匹配到你这种性格的 你不要把这个变成自己的一个束缚 你现在需要把自己打开 是 我觉得舒奇老师是一个 特别专业的跟你在做一为一的自我剖析 而且他已经把你的性格的底色和你的 这种专业适配的方向给你理出来了 然后再回到你的职业兴趣测试当中 我觉得也比较精准 适配你当下的现状 你的霍兰德的职业兴趣测试 比较突出的三个代码是 第一个是R 第二个是E 第三个是I R是你的动手能力 实操性比较强 而E呢 是代表着你有一定的渴望 权威甚至竞争 甚至掌控未来某一天成为一个管理者 有这样的一个欲望 然后你对于经济报酬的渴求 你是希望让自己的收入各方面更好 未来你肯定是有想晋升啊 或者做管理的这种需求的 爱是代表你的研究能力 所以具备这三个代码的人 你会思考一下 你身边那些技术的工作者 或者是有一定的专业专长的专家的特色 都很相近 那么回到你的专业方向 你学的是质量管理工程 现在是本科学历 赵小叶老师刚才讲了一句话特别好啊 如果你不是一个主动社交 相对各种事情 你会相对来说要靠别人来找你的话 你就要本事大 比如说你的学历要不要迭代 让你成为一个专家型人才 那么你想往上走 你必须要破一关 就是你的专业专长 还有你的人际交往能力 这两个是必须要做的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觉得你22岁 你现在是个小孩还是个大人 半熟不熟 那你接下来是保持这种状态 还是向一个大人去解决问题 那当然是想像大人一样更成熟一些 所以我给你的关键词是突破 要突破你现在小孩的状态 真正的进入职场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难 就是练 第一个在职场内找一个 你可以信任的导师 常去问他们 朝他们有一些经验 第二个从小事做起 尝试着跟同事吃饭走路 从小事做起 第三个多夸夸自己 很多时候是因为缺少了掌声 才让你自己躲在那里 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想挑战自己 善于社交的人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敢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 因为他们害怕在公共的场合去说话 你在这个台上表达的非常的自如 跟我们的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 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可爱 所以说不要太多的心理暗示 你只是渴望找到理解你的人 懂你的人而已 那个人他不懂你 就让他过去吧 找到喜欢你的人和你喜欢的人 这个我觉得我不认可啊 希哥啊 这个是不是找到一个他认可和认可他的人 这个只是他在社会中摩擦摔打的不够 而表现出现在的状态 所以说他是需要多经历摩擦和挫折 你是有受虐倾向是吗 那不会啊 每一个社会的小白在经历社会的时候 必然经历的这个过程啊 咱们可以不被摩擦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呀 你没有被摩擦过吗 当然可能会被摩擦 但是如果说我有选择不被摩擦 我就离开了 谁没有被摩擦过呀 如果说他渴求的那个结果 是一份需要登到顶峰的 那他势必要吃那份登山的苦 而且呢他讲的这个委屈是 这个职场小白必经的经历 没有谁能绕过的 有些苦是没有必要的 就针对他现在来说 你觉得他现在这个阶段 什么苦是没有必要的说出来 你比如说你实习的那个 就门口当个迎宾 就那种苦就不必要嘛 当时就说我不干了 不就是一个迎宾嘛 不就是安欢迎光临嘛 那你觉得这样的心态能长久吗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管陪生 我虽然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我就要从最一线的岗月做起 我每天就站门口喊欢迎光临 我做梦都还喊这句话 如果我当时就放弃 我能有管陪生那份结果吗 就是他可以放弃 他可以有很多机会放弃 但是机会也放弃了他 这是他想要的嘛 那是你 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 你完全可以放弃 完全不负责任的回答 希哥你这个话就是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是吗 对啊 我觉得你不喜欢 那他如果到了您的公司 你但凡给他一个任务 他任务觉得有点难了 或者您对他不尊重了 或者是你让他不开心 他就随意放弃 你觉得这是对的吗 我觉得有必要 到时候你就会说他 你怎么没有职业化呢 这个争执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争执 如果希哥愿意给他 一个匹配岗位的话 我觉得确实希哥 是在用自己的行为证明 我愿意保护你不受摩擦 但是我们都是认为 可能你是要做好去 经受一些痛苦的准备的 我今天破天荒地支持一下希哥 好烫 有一点啊 我也觉得有一些苦啊 真的是没必要吃的 不你在吃苦之前 怎么知道这个是有必要 没必要的 你说我说完吧 我支持人家 我有道理嘛 对吧 选手其实可以学习 和掌握一些沟通的技巧 比如说 报一些类似于演讲的班 或者沟通的班 然后提升自己沟通的能力 然后提升自己 融入团队的这个能力 可能你一开始出入职场 因为沟通而产生的问题 吃的苦 可能会变得小一些 就没必要去碰病 有些吃苦 吃苦跟你的野心相匹配 如果说我像亚云 我就有大的野心 我就愿意吃这个苦 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愿意 有些时候你看这个姑娘 我尝试懂你一下 你可别懂她了 你可别懂她了 人家有这种专业测评 123456 人家刚才亚云 在说你的职场目标123 包括说你想要掌控的时候 姑娘拼命点头 亚云说她有这个 对收入的需求的时候 她拼命点头 如果她既想要职场的权利 又想要职场的收入 她不可能不去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就会难受 哪让一种成长不受伤呢 我觉得姑娘 你这不是太话吗 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欲望 降低一点吗 谁说人生就一定要攀登高峰 完蛋又变成降低欲望了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受伤程度降低一点 一峰你说的跟曹总说的 不是一个维度 其实你说的另外一个点 是让她去通过 不管看书还是学习 还是找教练 来提升你的语言认知 和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她不是那个观点 就是让你绕开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我的那个李霍言的工作 为什么逃避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我就逃避了 嗯 其实工作上肯定是有些 有很多的困难是不能逃避的 比如一些挫折什么之类的 你需要的是第一 面对困难的勇气 第二 克服困难的能力 他现在缺的就是挫折教育 为什么他总是把自己的一些 负面的反应放得无限大 这就是你目前的问题 换个角度想问你一下 你在工作中实习经历里边 有没有受到过领导表扬 受到过 另外一个就是 你在你过去实习经历里边 有没有你不喜欢的同事 不喜欢的领导 你怎么看 你怎么评价他们 其实我没有多大的矛盾 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唯一的一份也就是 那个李霍言的工作 所以这么看来 你在职场里边 其实还过得还可以 其实只是在 那么一件事情 对你来讲有些影响 其他的过程里边 你能得到领导的表扬 同事相处得还不错 对 但我感觉 我对于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我唯一的做法就是逃避 你看 听到事吧 我就爷爷忍不住了 说了半天 就算你是回避行人格 问题不出在别人身上 出在你身上啊 遇到这种问题 你说了 他认为你没说 人家按照规定程序 向上级反映这件事 我觉得他是在照章办事 但这中间有误会 我问了好多次 你怎么解开误会 你都说我回避了 你回避了 你有机会 你有渠道 你有途径 你可以挑明说 你回避了 问题不在他们啊 对啊 我们可以说 惩罚你在门口 喊多少时间 喊多少小时 喊多少遍 这有一个量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真的违反了 工作的规定 是由误会所带来的 这就是一道情商题了 你怎么看待它 如果你认为 走夜路 让你自己看不清路 会摔跤 你就把一切责任 怪天黑的话 那我觉得你永远 太阳落山之后 都不要出门 可能吗 嗯 对不对 你出生以后吃没吃过苦啊 吃过 你高考复读 算不算吃苦啊 是的 你复读这一年苦不苦啊 你回避了吗 你不也没回避吗 你在考场上吐了 没考好 就考了那一天 是不是 还是一科 剩下三科没考 剩了三科没考 你回避的是跟家人 如实的讲这个情况 你回避了 你没说实情 对不对 你只是告诉家人 我没考好 我就要复读 家人没回避 顺从你了 对于这个结果 你也没回避 你又继续考了 所以你不是回避型人格呀 你只是宅着自己能够走的熟悉 且能走的顺着路径去走 对于有难度的道 你就不走了 大老师 你这个得出结路的过程太长了 你就直接可以说呢 我觉得你太温柔了 不行啊 他还年轻啊 谁没年轻过呀 姑娘 你如果自己能力足够强 你有什么人格 大家都会给你机会 如果你专业能力 业务能力没有那么强 你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就是改变自己 适应职场 让别人喜欢你 获得更多的机会 第二条路 不搭理他们 每个人都不喜欢 但是你要业务能力特别强 才能让别人尊重你 你就是两条道 你要不然 吃改变自己 去将就职场的苦 要不然你就吃 努力奋斗 然后去学习的苦 二选一吧 我觉得王书奇 王老师说的 不要给自己定标签 说的还是非常正确的 说到我新卡上了 我可能对自己 定的标签 就可能太多了 好 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我们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进入你的 最后一个环节 想挑战吗 王文静 你可以带着你的收获离开 也可以继续留下来 挑战一份岗位 考虑一下 告诉我答案 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 王文静你的选择是 想挑战 好 接下来进入他的面试环节 既然想挑战 你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实习岗位 最好是与我专业对口的 质量管理方面的 质量管理方面的 我感觉每个公司 应该都有质量管理方面的 部门 谈一谈你想找的 这份岗位 你自己有哪些能力 能够胜任 我觉得我现在属于 尝试阶段 可能需要各位 且将能给我一个机会 什么的 从质量管理工程师的角度 专业角度来讲讲 你经历的某一份岗位 需要在质量管理上提升 怎么提升 每次宝贝想啥说啥冲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 还是要多学一下 质量管理方面的知识 可以应用到企业方面 或者是一些规则方面 我想请问一下 您的质量管理工程 到底是学的是什么 来做哪一类的行业呢 方向 大方向是关于 机械类的车企药企方面的 一些最低端的就是检验人员 然后往上走 开始制定公司的 一些规则流程 但是在场的企业家 可能没有这个岗位 可以提供给我 但是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中介 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 一些职位 你不要笼统地说 我们没有这个岗位 就制检品质工程师 像我们都是有的 因为我们本身有生产 而且我要强烈地 不建议你 往人力资源的角度去转 因为人力资源 就是一个和人打交道 非常密切的一个岗位 做人力资源需要非常强的 这种全盘的 圆滑的统筹的 这些等等的能力 反而是你现在非常欠缺的 我真的强烈地建议 你就在这个质量管理的专业里边 去做精做生 这个才会真的更适合你 不要轻易地转 而且现在为时过早 因为我现在处于大二阶段 知识也在不断学习 也没有什么证书 可以证明我的实力 但我相信 我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将来也会考取我们专业的证书 变得越来越好的 你看一点都不回避了 好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迷路人王文静 刚刚的表现 率先做出选择 有请 祝贺女姑娘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提供的岗位是 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员 北京每天200 好 接下来考虑一下 倒计时开始 姑娘 你的选择是 程兮老师 好 祝贺陶姬 也祝贺王文静 我今天来到不拟摸手的收获 就是解决了我 无法在职场上立足的这个问题 并且清除了我 不是回避性人格 只是缺少 挫折的魔力 接下来我应该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我的专业实习方面 专业学习方面 都要进行一个不断的进步 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示弱 其实是自己的保护素 他只不过不知道 如何去跟别人正常的交流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于是退到那里 给自己戴上一点 毁避性人格的帽子 这样让他感觉很安全 但他心里却放不下 对人们的渴望 对世界的向往 所以我跟他讲的是 你是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缺乏自己的能力 而真正要做到这点 就是要从自己的安全屋里 慢慢走出来 哪怕每次改变一点点 跟人说两句话 我相信他的回避 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主动性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节目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篇 2010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 全篇at163.com 熊心 初心 挺好的两个词啊 有熊心壮志不忘初心多好 那一般好像应该倒过来 先说初心再说熊心 我的理议就是 他有熊心壮志去完成他的初心 好 我们就看看这位求职者 到底是先有熊心后有初心 还是先有初心后有熊心 掌声欢迎 李崇文33岁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 大家好 我叫李崇文 今年33岁 来自黑龙江省武南江市 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目前是研究生一年级 来这儿的主要的求职的目的呢 是想找一份有关于 传媒文化宣传方向的 这个实习工作岗位 当然也希望有机会 能够在未来 取得一份全职的工作岗位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崇文 谢谢 刚才我们就着你 这个关键词还聊了 熊心和初心 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排序 能不能跟大家说说 之所以把熊心放在第一位 是源于我的第一份的职业 我在2012年本科毕业之后 到去年考上传媒大学 是在肖黄军队伍工作的10年 这个熊心不是指的是 我要干事业 要有一份熊心壮志的形容词 而是一个干这份工作 确实需要的一颗英雄的心 需要一颗勇敢的心 你是本科毕业之后 入了舞 对吧 我是2012年本科毕业之后 特招嘛 成为一名消防的军官 当时工作在吉林省 后来随着我们这个 消防队伍的集体的转世改革 又到了地方当公务员 同时但也是在 消防队伍当工作 一直到去年 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之后 辞去了工职 然后来学校来上学 做了10年的消防 对 在这10年当中 哪一次出警 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记得那是13年冬天 东北特别冷的一个冬天 我早上带队去这个 出一个抢眼巨人的任务 那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 被压在了这个车下 整个下半身 基本都埋在了下面 一点都动弹不了 而且特别麻烦的是 那个破晒空间特别的小 车辆有可能会进一步 发生倾倒的风险 所以说当时它那个力的结构 在那的时候 我们不敢轻易地动 我们要用那个液压钳 外面连一个蹦机去启动它 才能够实施破拆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进展都特别缓慢 当时这个大哥说了一句话 让我终身难忘 他说老弟 我求求你了 我这个腿要是再不被破柴开 再拿出来 我这条腿就得截肢了 我这一家人就完了 实际上 在我的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 我经历过很多生啊死啊 有比它惨很多的景象 但只有那一刻 我心里特别地难过 方圆几十公里上百公里 只有我们几个人能够救了了它 能够改变拯救它家庭的命运 我在想如果我今天 没有办法把它救出来 我良心上真的好难受 我一辈子会记得这个事情 后来我就把我的身上的 战斗虎都脱掉了 包括靴子啊都脱掉了 因为减少身上的负重 也同时也尽可能地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方便操作 大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一点点一点点 我们把那个 找到那个关键的破拆的位置 把它救出来了 过了半个月之后 他一拳一拐地到对站 还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 但至此之后 我的这个腿和脚 因为在那次极端的严寒当中 冻坏了 到现在也是有一点点严正跟着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 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最值得的一次付出 谢谢 我们经常在谈到消防员的时候 会用一个词叫烈火雄心 他们在雄心壮志的背后 应该再加上一个词叫爱心 在关键的时刻 你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了他 但是自己却冒着有可能 受影响的这个风险 是 你的烈火雄心我们了解了 接下来咱们谈谈你的初心 这个初心 其实是跟我目前所就读的 这个学校和专业有关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有声语言表达 但是毕业之后呢 也没有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工作 毕业十年之后 我又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 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 从事这个专业 我觉得是健全了我十几年 上本科的时候这个初心 你最早和波音主持结缘 是什么活动吗 还是什么偶然的契机 我觉得是上本科之后 参加广播站 当波音员啊 主持各种活动 让我整个人变得更加积极 开朗自信了很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对于有声语言学习 就产生了极大浓厚的兴趣 后来在消防工作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实践的经历 很多比赛很多活动的参加 也让我对于这个专业 热爱又多了很多分 17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五届 夏清北朗诵比赛 我在这个公安赛区的总决赛 拿到了全国的三能奖 让我萌生了考取 一个研究生的想法 是不是我也能够在更高的舞台 更高的学府 能够更加的提升下 自己的专业能力 因为今天在开场的时候 我就引导企业家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 热爱还是就业方向 在考研的时候 怎么去选择 你那个时候是热爱多 还是就业前景多 其实这个我也是今天 特别想分享的 我的心路的历程 实际上在东北的 一个小城市 有了这样一份 国家干部的 这样一个公务员身份 而且消防的待遇 是要远远高于 地方公务员的 实际上我这个选择 一开始是周围所有人 都不能够理解的 包括家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 就是不管周围 有多少人的不理解 或者觉得不可能 但我依然也在坚持 我考了两年的时间 一边工作一边在考 更重要的是 我对于这个 我自己热爱事业的喜欢 同时我也希望 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去一个更大的城市 一个更加广阔的环境 我希望我未来的人生 能够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 一个更加有更加 更多可能的一个职业生涯 是我更加想要的 是啊 多好啊 你是原来说话 就是现在的这样的方式吗 还是说是通过了 刻意的训练之后 才有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然后也没有东北味 先天的声音条件 就还还可以吧 你本科学的 不是这个专业吧 不是的 本科是中文新闻方向 那我想问一下小智 就是像他本科 不是这个专业 又过了十年 又去考中传的研究生 这个难度有多大 其实在我们学校 包括全国很多 有波音专业硕士点的学校 会收一些本科 并不是这个专业的 因为我们说 培养波音主持的人才 除了说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 你需要有表达的内核 就是你的内容是什么 那像我们今天这位选手 他显然有一部分是先天条件 必须要满足的 因为到了硕士阶段 其实不会再像本科阶段那样 去打基本功 教你表达的技巧 那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去学习一些 跟专业有关的内容 对 我想问你像库尔特这种口音 还有救吗 你们得拉他一把 这是我们的人力专家库尔特老师 东北人 辽宁 锦州人 能听出来 锦州话本身他就方言就比较重 是的 就是他说话口齿 平翘舌还不太好分 你用你目前 颜一的波音主持所学所得 看看能把他的这个 普通话的这个语言表达 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最重要的语音问题啊 刚才我也听了一下 一个就是平翘舌不分嘛 我们舌尖在发音的时候 底的位置的差异 会造成这个问题 您比如说您发 比如说这个自责 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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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过这鼓标准不就自责吗 发我们的平舌音的时候 我们的舌尖 要抵在我们的上尺的尺背上 那个你先告诉我尺背在哪 就是牙齿啊 牙齿不是有前面和后面吗 对 对后面就叫尺背 那么我们发这个平舌音的时候啊 把我们的舌尖 抵在我们的上尺的尺背上 自责 而我们的翘舌音呢 是要把我们的舌尖 抵在我们的尺银的后方 接近硬弱的位置 就是我们不有牙齦吗 牙齿的尺银 那个牙齦是一个东西不 是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舌尖所抵达的位置的不同 所以造成了这个发音的上的差异 我们来试一试啊 我们来试一试啊 来 我们就读这个试啊 那你想告诉我 试试平舌还是翘舌 试试翘舌 试试 试试 您这个翘舌翘的过多 它往里卷的过多了 试试 试试 我卷的过多 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 那个大舌头的这个现象 您把 就是你的意思说 舌头大呗 把这个舌尖 往前稍微移一点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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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打开一点 试试 试 好多了 然后我们再读两组评舌音 比如说这个资本 资本 还还还可以啊 我评舌可以 就翘舌不行 那你要不要跟他来一段 教学成果的展示呢 没问题啊 我也今天我也准备了 一小段这个散文 让库尔特读散文 散文 哇 快快快 我们要鼓掌啊 春 祖自清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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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心心然 张开了眼 三朗运起来了 水散起来了 太阳的脸 红起来了 读得更好 呃 傅老师 您不是说您平舌音没有问题吗 对啊 从这个有声语言创作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您的这个节奏过快了 因为这是一个春天要来的场景 我们感受春风的和煦 它是一个心情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心里的节奏要慢下来 对 一定要想象其中的画面 同时通过你的声音带给观众 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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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来 您试一下 盼望着 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好多了 来 我再给您调整一下 您听我给您的插入的内在语 来 盼望着 好心点 盼望着 怎么了 东风来了 所以呢 春天的脚步近了 好 有进步啊 同时 我们的内心的状态要再积极一些 而不是春天的脚步近了 你好像特别不高兴的样子 那我再试一下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哎 好很多 好很多 再慢一点就好了 好我们继续 山朗问起来了 山在哪里啊 在远方 水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附近 太阳在更远的地方 所以您在读的时候 一是要想象画面 二是要想象这个视像 在您眼前不断的转换 声音的位置也要跟着去走啊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 水涨起来了 太阳的自信也来了 太阳的自信也来了 哎 哎 其实你们别笑库老师 这个东西吧 要不是专业的读 还真就未必能达到求职者说的标准 我们来请杜远志做一下专业的点评 好吧 在这之前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库尔特 谢谢 分这篇稿件的时候 它其实是我们播音专业 本科训练阶段非常经典的 必练的片幕 崇文的整个教学里面 没有过多的强调表达的技巧 更多调动的是 库老师怎么去理解 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如果让我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呢 就是你会发现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 大家问的更多的问题是 无法知道你说的专业术语 甚至大家可能一瞬间找不到 齿背 你说的是上齿背还是下齿背 齿银 齿银前还是齿银后 更好的教学应该是 比如你可以用手来代表舌头 用这个手的支架盖来代表牙齿 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具象 也能让学习者 一瞬间就能找到那个位置 对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欠缺的地方 非常专业 说到这儿我问一下 你线下有做过这个 播音主持方向的辅导老师吗 有的 业余兼职 有过一年多的有声语言的教学工作经历 他是在一个公司的平台上做培训 就是你在线上的平台 你教的具体是 为了让他达到专业水准的 还是说就提升他的普通话基础 或者是表达的一些技巧 更多的人他是有声语言的爱好者 他以后可能想要录书或者配音 他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学习的 好 重文 接下来我们考考你的职场情商 来看大屏幕 好久没联系的前领导 让你组绝吃饭 结果没人响应 你该怎么办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我是希望这个局能够成功的 我特别不喜欢的一个词语 叫做人走茶凉 以前我的老领导 他会有什么事情找到我 反而会非常的热心 我怕人觉得 我不在那个领导岗位上了 然后你就会怠慢我 我觉得从做人做事上 我内心上是过不去的 所以当然了 其他人不响应的话 这个也没有办法去强求 但我会从我的角度 会尽力地去劝说 希望这个局能够组成功 好 马老师点评一下 就是你在跟别人去 进行沟通的时候 有可能会想的有点多 是的 就是内心系特别多 我觉得可能直接一点 就有点磨叽是不是 对 所以根本是没有答这道题 你这里面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的话 是你表达东西的时候 那个皮太厚 你喜欢绕 第二个话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去把这道题 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 而去想明白 其实这个的话 就是在你原来的思维里面 可能稍微有一点误化 而你真正的在职场里面 或者处理这样的问题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足 是的 给重温一个建议啊 因为其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 我们在行业内 或者我们的专业老师 教我们的时候 会说在某一个场合上 话不能落地 所以从你刚才的答案当中 我就能听出这一点 但实际上呢 我们面对真实的职场 不要怕面对问题 不要去圆这个问题 我觉得直接去做去解决 可能才是对你来说 在职场当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画了一个很大的话筒 那大家想话筒 投射的就是他自己 这说明这位选手 内在有深厚的 我们叫做展示表达这种欲望 并且呢 他特别自信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更重要的呢 他的表达能力呢 也能让很多人去接受 只是他需要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 所以说我希望这位选手呢 能坚持走你选择的路 最后你能成功 但是现在你要做什么 你要多去找机会 让别人了解你自己 听到你的声音 展示你的才华 只有多给自己这方面的机会 你的能力才能真正的达到实现 十盏灯都还留着 来吧 有请各位根据今天李崇文的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好 还剩三盏灯进入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崇文其实我特别欣赏你 因为我觉得你在你过去 十年的工作经历上很专注 而且有付出精神 所以呢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投资家公司 泰坦树哥的销售岗 泰坦树哥呢是在国内做这个 远远的产业运营 同时也是在做数字能和基层的销售 工作地点在上海 薪酬是五千 好 谢谢 一峰 密牌传媒的是密牌旗下的一个传媒公司 成立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 主要从事的业务 有广告 有影视 还有活动 以这个综合素质 其实跟我们那个活动执行 这一块的业务还是挺匹配的 给你提供一个实习的岗位 然后从助理开始做起 然后薪水是四千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好 谢谢 校友你好 那个我这边观声文化 我们主要是做跟声音有关的 无论是培训的课程还是声音的服务 出品制作的声音的作品 那我这边提供的是我们 灌声文化下面 灌声学院的运营的实习生 因为刚才也听到你讲到了 你做过老师 然后也在线上做过课 所以呢更多的是做 一个是课程部分的运营 那会接触到配音圈 包括主持专业的很多专业的老师 那另外的一部分呢 我们也有线上的直播的课程 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你能够去加入进来 实习工资是三千五 加的就是课时费的那个部分 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传媒大学附近 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的位置 谢谢 谢谢 休职者三选一放弃的企业 请你灭灯 请出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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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我们先从密拍这边开始 那我刚才说到 就是你可以入职做其中的这个活动执行 这一块的工作 那我们在活动这一块的业务 其实做的还是蛮好的 你在传媒公司未来的发展 还可以多元化 包括在活动中的一些主持的业务 如果你主持得好的话 也完全可以帮我们去做这一块的业务 谢谢 好 来 远志 今天在舞台上 其实你反复地强调自己的热爱 你在工作了十年之后 去选择追求自己当初的那个初心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既然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我们这些企业希望能助力你完成第二步 甚至更多步 所以在我们这里 除了做这份实习的工作之外 其实你还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还有就是我看你的报名表当中写到了自己 也喜欢配音 而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配音的 那我们公司有非常多的配音演员 其实他们都是双岗位 就既赚着配音的钱 同时又赚着自己本职工作的钱 因此我觉得我这个岗位 应该是非常合适你的 好 谢谢 好 来 求志者 或者在贯声文化 密拍文化之间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倒计时 开始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我的学长 杜总 祝贺多远志 感谢全一峰 来吧 干让这些企业家握个手 真心地希望你抓住机会 能够在贯声文化深耕下去 好吗 好 加油干 再见 求志成功算是不需此行吧 也同时在与各位企业家的交流当中 有了很多关于职场经验的 这样的丰富 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 李崇文有热爱 有初心 而且能入自己喜欢的行业 并且有前途 这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他其实已经在他的岗位上 工作了十年 深耕了十年之后 他依然在研究生这个时候 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岁月漫漫 只有热爱能够抵抗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 找自己喜欢的事 热爱是如何形成的呢 成就感 可以推动我们形成热爱 做你专场的事情 去培养你的热爱 我们有时候说热爱 你喜欢一样东西 一定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愉悦 这种愉悦要么就是 能够让你发光 还有一种就是 能够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和就业前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篇2010 app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163.com